好幾名年輕男子在刑警戒戶下被帶進警局 因為他們闖入廟會活動現場 持球棒攻擊造成兩人受傷 回到事發現場就在台中殺戮 20號下午陳姓和弘姓男子 伙同4名朋友闖入廟會活動 帶著4支鋁棒還有200瓦斯空氣槍 要找岩慶宮廟負責人 負責人的兩名朋友上前阻擋 頭部和頸部都掛彩 警方到場前嫌犯就已經逃離現場 事後廟會活動仍繼續進行 警方也派出大批人馬在周遭維持秩序 事發3小時後也順利找回6名嫌犯 將人帶回禁局 陳姓和弘姓嫌犯公稱 因為和嚴姓宮廟負責人 在6年前有過賭博糾紛 得知對方舉辦廟會 就夥同4名朋友前往鬧事 無殺傷令 偵辦後依法含請台中地檢署偵辦 所幸被打傷的兩人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動手傷人的6名嫌犯 也被依妨害秩序恐嚇和傷害等罪嫌 含送地檢署偵辦 再見 秋仁 孫玉莉台中報導